看着我video的你哦 779就买到了 但是它好像2000块的扫地机器人功能 吐起来的这一稿叻 就是市面上最high-end的LDSG光导航 听说是可以连钢顶都可以吸走的 真的是性价比涂的M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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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另外一台要比它更适的了 在影片开始之前我想要感谢 那条水友情赞助我后面的这个lightbox 有没有很美 嗨 我是肯 我知道我拍过很多台扫地机器人了的 600块的拍过 3000多块的也拍过 是不是经常给人家complain 不是太贵买不起哦 就是太便宜少了等于没有少 这些我都听到 又好又不贵的东西是需要缘分的OK 从我第一支扫地机器人影片开始到今天 已经一年了啦 这一年里面我try过的扫地机器人 少少都有8台到9台到10台 终于给我找到了一台很恐怖 2000块不用 1000块不用 原价1099 但是他们现在的promotion799就买到 还不止哦 看着我video的你哦 779就买到了 一台779块的机器哦 但是它功能好像1500到2000块的扫地机器人 这样也不是开玩笑 如果你还没有买扫地机器人 或者你嫌弃着你家的扫地机器人 你们买这台 它是我目前看过最高性价比的了 不买哦 真的是 我非常对不起自己 而且人家还拿过2020 Red Dot设计大奖的 一台东西就在高阔我了 OK为什么会有两台呢 sorry 其实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颜色跟名字 L100是白色款 A10X是黑色款 L100在Shopee上面卖 A10X在Lazara上面卖 为什么同样的机器要在不同的地方 叫不同的名字呢 好问题 因为 我也不知道 OK 反正这两台这个价钱 配上以下这四个卖点真的很恐怖 第一 雷射导航很贵是尊 第二 Sili很贵是尽 第三 水箱跟集成的很贵是大 第四 抹布 是会真的 第五 App功能齐全 so 我们现在马上来开箱 给大家看看哦 拿过这个Red Dot设计奖的扫地机器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先开黑色款 让开箱 OK 上面呢就是它的配件 给大家看 这个是 底座 说明书 这边就是它的编刷 一开始就看到了 它给四个 是给你配换的 蓝色的是 右边 黄色是左边 它已经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一黄一蓝 主机本机 它真细比网上的照片美 因为它网上是讲它是黑色 但是它其实不全是黑色 它是有一点银色 silver color那种银灰色的感觉 而且上面还有一点那种铅笔纹 很漂亮 它的正面就是一个home button 然后吐起来的这一稿 就是市面上最high end的LDS激光导航 激光导航就是扫地机器里面最准的一个GPS 扫地的区域准不准全部都靠它了 完了它整个设计就是这样简单 再来就是开白色款 因为里面配件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要再重复了 直接给大家看主机本机 白色款本机 蛮好看的 因为它这个白色它不只是单单的白 它有一点参黑色的这个元素搭配在边边 有没有 因为市面上很多那种扫地机器人都是黑色的嘛 白色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主要还是看你们家的设计啦 你们想要搭配怎样的feel OK OK 这样我们现在就看背面 背面的部分其实就是一样 有齿轮 这边是边刷的部分 然后还有中刷 拖布的部分你们觉得它其实有点特别 它这个拖布是有 zigzag的feel的 你看 zigzag的 而且重点它跟一般拖布不一样是 它长毛的耶 一般Normal机器人是短短毛的抹布 这个是毛茸茸的 那它的中刷也是蛮特别的 它一共有两款可以换的 第一款就是这种有毛的 听说它是不大会缠头发的 它就适用于可以扫那种大颗的垃圾 或者是地毯可以挂灰尘上来的 另一个是没有毛的 主要就用来扫头发啊 宠物毛之类的就更好清理 然后有remote control 有一个extra毛茸茸的拖布 还有一个集成盒 这边有一个了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集成盒 其实你看清楚 它这个是拖地专用的水箱 这个是扫地专用的集成盒 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当你要扫地的时候 你就拖下水箱 装上集成盒 那当你要mati的时候 你就拖下集成盒 装上这个水箱 alesso 那分开的意思是不是代表说 扫地跟mati不能同时进行 不是的 等下我玩费累积 可以再回来 那注意看啊 机车这边咯 打开 它是有一个HEPA绿网的 我之前有讲过 HEPA就是让排出的空间 也是干净的一种过滤filter 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已经check过了 L100跟HS的内部核心元件 都是世界知名品牌出的 虽然除了LG以外 我都没有听过 但是我去设想 它的确是世界知名的品牌 用这个价钱 你可以买到大牌子的 那个感觉就是爽 接下来就是实测时间啦 现在我把它放到桌子 就是为了测试 它到底能不能防跌 那这边这样高啊 跌下去confirm是拜拜了的啊 这样我放了这么多梯树 是为了测试 这个梯树 到底会不会卡住在它的边刷那边 如果连踢梯树也撕不到 它怎么办 它怎么办 但本本我本來放它的位置 可以嗎799塊 行那麼多的 我決定加碼 它的2000%吸力 聽說是可以連鋼頂都可以吸走的 我是沒有看過可以吸走鋼頂的掃地機器 但是我家是沒有鋼頂 我有 青豆 一樣也是硬硬的一顆 我們把它倒下去看看 我發現一般上掃地機器人看到硬的東西 它會先推開的 但是它是全部掃進來的 OK啊 翻來啊 轉來哦 轉來 一斗啊 對 對剛才就是這裡 ColorFish 絕絕子 接下來要測試的就是防撞 我在路中間放了我的包包 等一下就看它會不會灑灑撞上去啦 然後地上的就是麵粉磨泥一下灰塵啦 加油咯 I like 欸 有沒有看到它是沒有撞到我的bag的啊 它是自己stop 然後閃開的 而且地上的cable哦 剛才Air 10s 錄不錄下了 自己越過去了 我之前有用過別的掃地機器人 一卡住電線它真的是卡住forever了 卡到最後自己stop掉 它是可以自己走過去算是很不錯的 倒垃圾時間 450ml的集成盒給你們看看 其實是很大了的耶 我家的話1200方匙大概我是連續掃三次 我才倒一次垃圾 而且L100跟HS的那個集成它有一個獨家研發的氣旋式蜂窩技術 意思就是說它的灰塵跟垃圾是分開的 外面你看那種掃地機器人啊 灰塵跟垃圾是一起的 這樣子其實是很容易堵捨那個濾網 這樣你用久了或者是你垃圾滿了哦 它的CD就會越來越弱 你有沒有發現你家掃地機器人真的是會這樣子 但是L100跟S10s哦它是分開的嘛 這樣它就是灰塵不會去堵塞那個濾網 用久了它的CD還是保持一樣強 這樣我們現在就抖垃圾出來 別再看它有多麼的隔離 這樣子開的啊 看到嗎灰塵已經分開了 全部在這邊 有 清抖 這樣子拍一下就乾淨啊 還有很多頭髮 我愛我的清淡 我已經去裝好水了 300ml的超大水箱 外面掃地機器人都是200ml左右的 這個有300 好像驚走這樣啊 AutoClaying will start soon 我不懂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是很明顯很明顯 感覺到它是震著去的 我整個就只是 飙飙飙飆 醺飪 它這個震動是前後的震動 就好像有人在來回搓地 那個飙飙飙飾 這樣子的感覺 而且是高速 그렇죠 這樣真的比較乾淨 而且它出水量 很安靜欸 我有飯gueluma 我是沒有想到719塊會有 這種震動的功能 我上一台有 震動Marty的功能哦 是2000多塊的 Saudry機器人 而且它可以同时炒同时嘛 它这个水浆里面有100ml的集成盒 所以你可以前面扫后面拖地 其实这个remote control 蛮好用的 它上面功能都收到清清楚楚的 第一排是时钟跟闹钟 就是你可以设定你要拖多久 你几时开始几时结束 第二排这个圆圈 就是你会从一个范围慢慢越来越大的扫出去 就是集中清理 第二个风扇就是C的强弱度 第三排呢这个是回家 然后这个呢就是只扫四周围的边边 整个remote control的功能就是一眼就可以明白那种 就很适合你懒惰打开apps 或者是家里面的老人家可以用 这样如果你想要更多功能一点的话 你就清了一点 你倒入apps里面就可以设定一些特别的功能 比如说 比如说no go zone 比如说虚拟墙 好像我在客厅看戏 我不要扫地机器人过来嘎叫的话 我就可以set一个虚拟墙 或者是早上我不想要机器人扫我的房间 我就可以set成no go zone 把我房间变成不能去的地方 再来如果我只是想要扫一个area 我就直接在app上面画一个特定的地方 比如说bedroom 机器人就会直接去扫bedroom而已 那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扫地机器人走过的路线 走的路线都是工资型 导航真的很准的 偷偷开机后 他scan过一轮 走过一轮之后就已经完全记得我家的地图了 下一次一打开他就知道哪里应该扫 哪里不应该扫 清理速度很快就变到 他就是靠这个吐起来的LDS Laser导航一边走一边扫描 还可以记住三个地图 比如说你家有楼上楼下都可以记住 整个家扫了一轮之后 他就会auto区分不同的区域 蓝色、青色、红色 然后我就可以自己换名字 比如living room、bedroom、kitchen这样子 总结来讲这两台L100还有HS 真的是性价比涂的maxmaxmax 我找不到另外一台比他更抬的了 如果你是在考虑买扫地机器人 这台完全可以直接入手 799块的价钱 但是它好像2000块的扫地机器人功能 那Laser导航 mapping准备是我买扫地机器人的首要条件 它有2000%的大吸力 钢钉都可以吸起来 450ml的集成盒 而且灰尘跟垃圾是可以分开的 比别人大的水箱300ml Apps啊、remote control这些全部齐全 上面这些全部功能都是1500到2000块的扫地机器人才有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吗? OK就拿很多人问我的小米1C扫地机器人来比一下 小米1C的这个导航技术还用的是视觉导航 根本跟这两台用的激光导航是不同一个level 视觉导航是更差一点的导航技术 但是小米1C要卖700多块 讲真的这个价钱这个功能入手吧你们我求你们了 我真的是没有话好讲了 很呆 原价1099 9月9的promotion变成799 用上我的promocode再变成779直接再扣多20块 所以你们现在马上去买我的影片 讲到这边了 因为我要给时间你们去买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